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龙兔糖的由来有很多说法 有些说在2000年前已经有龙兔糖 根据考据大约500年左右 清朝时代 是皇帝食的糖 这个龙兔糖是御处在满岸全席 做给皇帝吃的 皇帝吃了就很开心 就封它做龙兔糖 最流行的时代应该是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都是流通性 拿个铁箱 在街边里面卖 那段时间我们因为没什么是新的产品 龙兔糖 其他鸡蛋仔类住的文家租籍 是最受欢迎的 现在来说因为太多灵质 变成这样来说就被人得了 龙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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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花生芝麻 那些 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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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 小时候已经吃了 腌口 差不多香港也能吃了 龙兔 龙兔 花生 知不知道它们是什么 不知道 很好吃 不知 不知 没有以前的那么爽 这些人 每个都吃得 有味 无论大人 小孩 都说得出 龙兔糖 这个由浸 亲自改的名字 但是 你们又知不知道 到底要拉多少次 才可以完成一件 龙兔糖 不知道 那看来浸的龙兔糖 都要看自己的经验 最主要是煮龙兔糖的过程 就要看它的硬度 和看天气 而成的龙兔糖 春天来说 因为这个龙兔糖 是很怕潮湿的天气 是很怕潮湿的天气 因为潮湿都要令到这些 这些龙兔糖很快就会溶 冬天那方面 这些龙兔糖 这些龙兔糖就会比较硬 而且拉出来就很容易脆 所以冬天也是很难会做的 那拉湯的过程 其实就是 将一个精製的龙兔糖 先在那个龙兔糖里面 做一个钻线 一个圆 这样 然后把它重叠 由一变到二 二变到四 拉到十三次 大约是八千多条 那个手法 我们叫阴阳修 就是左右这样拉 每一次拉 就将那些粉 让它不会沾到糖 包括过程来说 手都要经过训练 手很柔软才可以包到 将馅放在龙兔丝的中间里面 将它两个卷在 好像虾胶 都有些技巧 尤德丝出来 它就有硬力 柔软度 其实咬下去 它就比较松化 我维之一个好的龙兔糖 龙兔糖最好就是 拉出来 然后就立刻吃 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它能不能处存 其实可以 可以处存一至两天 现在来说 这些人喜欢 将它买了之后 放在冰箱 可以处存两三个礼拜 吃到口里面 比较松脆 都很好吃 烧鱼吃又选棉花糖 普通吃又选棉花糖 应该几十元 我估计二十多元 现在应该三十多四十元 现在二十 现在二十 六七年代 我入行 买这个龙兔糖 是五元一盒 相对来说 都不算太贵 现在二十元一盒 龙兔糖 应该都不会失存 因为暂时 还有一些师傅做 我想 如果我们 我有机会 的话 我都会开班 或者授徒 希望它可以传给年轻的一辈 学习